好 我們先不樂觀的去看看商機 因為中國大陸在過去十多年裡面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的就是說 他敢於去對抗社會 國際上面許多非常強勢的 新興的企業進來 他建立自己的標準 他可以不要你的iPhone 他建立了自己的小米 他可以不要你的Google 他有他自己的百度 他可以不要你的Facebook 他有他自己的微博 他不要LINE 他自己有微信 他每一樣系統都已經建立起來了之後 而且都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時候 他慢慢再開放你進來 你也打不贏他 在環保的議題上面 我認為也一樣 他會建立自己的標準 所以他建立了自己標準 台灣的企業就完全都沒有機會了嗎 只有一個機會 你就趕快通過福茂 貨茂 然後資金區 所以你就跟 你在台灣做跟那個大陸做 享受一樣的 你一定會被罵 你中共同路人民黨的關手 我已經被罵很多年了 沒關係 事實上是這樣 這些環保的大陸他的政策是這樣 當我要推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一個政策 我的政策引導的 上中下游 我的經濟產業 環保這個事情多大的商機 那是後面千千萬萬代的商機 那我是要給美國人吃 還是給日本人吃 還是給我自己人吃 我當然全部都算好了 包括說他甚至這個財經的 紀錄片推出來以後 怎麼樣降溫 那個動作你不覺得 鳳馨不覺得你像主持人 控制來賓講話的時間嗎 就是財經你放出來 他在控制我了 結果那個點閱率太高了 那個熱度太高 他勢必要降溫 一億多是沒有辦法控制他 你配角你不能搶了 女主角的戲 現在女主角要出場了嗎 所以兩會開完之後 慢慢政策一樣推出來 可是他點這把火 他就知道說 那個引出來人民 對這個環保的支持 他夠了 他有這個東西他就夠了 民政策其實你有研究共產黨 如果共產黨在這個時候 是下定決定 他其實就已經是 所有的 當他的輿論部隊 都已經被權的 其實就是後面準備出動 他絕對不會放任說 輿論討論完了之後 我完全沒有動作 然後讓你們來罵我 很無能 他絕對不會幹這種事情 是的 那你覺得台灣 就真的沒有機會去參與 因為這個參與 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也解決我們的問題 然後我們還可以在這個機會裡頭 其實是發展全球性的環保企業 這是有可能的 我們沒有機會嗎 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 要清楚一件事 習近平絕對跟前幾天的 中共領導人不太一樣 像我一個朋友在北京的 這個高檔夜店上班 結果現在這個夜店要收掉了 為什麼 因為反貪禁設 沒有人來了 那殺傷力很大 所以整個店要收掉 夜店不是年輕人去的嗎 那為什麼打貪 會打到年輕人的上夜店 因為很多可能是這個官方單位 或什麼 他們會去消費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要清楚 習近平跟過去這些 之前的領導人不一樣 但是在台灣這邊 最遺憾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政黨 像在去年 這個反服貌運動的時候 國民黨沒有站出來捍衛它的 為什麼要支持服貌 為什麼要推動服貌 結果讓所有年輕人 被這些錯誤的懶人包誤導 跟著去反服貌 然後卡死了自己的未來 結果我們今天無法參與 可能今天大陸將來要做的建設 可能未來我們有機會透過環保 進到大陸的市場 我們完全喪失掉了 金融社長 其實你對大陸企業非常了解 你覺得在這一次 因為剛剛其實賴教授有提 大陸的環保運動 其實某種程度有學習台灣的經驗 我不敢講模仿 其實是從這裡面找到錯誤 也要改正它 那台灣真的都沒有機會嗎 既然是我們被學習的對象 我想這樣子 我順著剛剛明正的話 就是說以前有人講台商 原來在大陸剛開放的時候 我們保我們這個成本太高 或者說這個污染的標準 台灣已經不能容許的企業 很多都轉移到大陸去 當然因為做了很多 是一個出口的生意 製造業的部分 現在它因為它大陸的工資 到環保標準跟著提高了 很多企業在台商也沒辦法做了 你再問說那下一代的台灣人 大陸怎麼 你還有沒有辦法 去當台幹台老之外 還能不能真正再做一個台商 我今天要講就是 你先講一個結論 可能可以 可能不可能 我覺得應該 我們年輕人現在 你應該這樣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不一定要在台灣 困守這個22K 有機會的時候 像深圳這個城市 我非常鼓勵我們年輕人 尤其是學 深圳超有味道 尤其是學工科的 深圳是未來 是現在進行式當中的 一個創業 創意之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真的空間 短時